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2月21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冬奥会 冬奥会呢,虽然说昨天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呢,有关冬奥会的话题呀 现在还是余温不减啊 我看到呢,好多的媒体仍然在讨论这个冬奥会 那美国之音呢,他们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现在呢,他们在发起这种叫什么冬奥后攻击计划 或者是后冬奥攻击计划 就是呢,那些参加冬奥会运动员回来以后呢 他们就开始策反他们了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例 来策反一个运动员 结果呢,这个运动员就没有掉到他们的坑里面 从现在开始啊,我每一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中国才是真正的民主 就是关于毛泽东在建国之前 在延安的窑洞里面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的那个窑洞对话 就讨论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个事情 毛泽东说呢,我们找到了一条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一条道路 那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 由人民来监督我们的政府 那这条路说起来容易,走起来真的是很艰难啊 现在呢,中国建国已经是70多年了 中国还在完善这条道路的这个路上 还在这个路上 我最近呢跟大家说,我在看中国的那些反腐败的片子 就在这个YouTube上面啊,就有很多很多 我看到最早的呢,是2016年2015年的时候发布的 那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了,年年都在发布 它有多少的片子啊 其中呢,有一个戏了片,好像一共是八级吧 它的这个片名就是叫永远在路上 你可以到YouTube上去搜 那么我从现在开始 我几乎每一个视频前面我要跟大家讲 共产党现在如何来接受民众的监督的 就是呢,它每一个层级的政府 每一个部门几乎了 你要是挑出来说还没有健全的话呢 你不要回来跟我打架啊 应该是几乎吧 他们都建立了民主监督的一个渠道 就是举报网 你就在网上查 中国人民举报网 你就能够查出来 这是你当家做主的一条途径 而且呢,中国政府的反腐 已经是高于以前打击腐败的那个层次了 第一个层次呢,是打击腐败 第二个层次呢,是打击官僚主义 第三个层次呢,是打击刑事主义 你说你,我没有贪污啊 我没有腐败啊 我没有痴情啊 这些问题都没有 你官僚主义也不行 你说我不官僚主义 我做事,我办事 每一件事我都办 刑事主义也不行 这都是中国政府 自我监督的这个力度 好,这个呢 说的有点长 那我后面再说的时候呢 这项内容呢会简短一点 但是我每一个视频 我都会重复这个 知道 大家全都知道了这事了 好,我这个视频呢 还是想说冬奥会的这件事情 那我前面说的时候 我昨天说闭幕式的时候呢 我好像没有跟大家说 这届冬奥会最后的结果 这届冬奥会呢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挪威相当厉害啊 它一共得了16枚金牌 居于金牌榜的榜首 遥遥领先第二名 就是德国12枚 然后德国这12枚呢 也遥遥领先第三枚 那就是中国9枚 中国领先第四名 只有一枚 那就是美国是8枚 也就是说呢 金牌榜 挪威是第一名16枚 德国是第二名12枚 中国第三名9枚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记得这个冬奥会 在开幕之前 有好多的这个冬奥的国家 他们就攻击中国说呢 中国没有资格举办这个冬奥会 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 现在还能这么说吗 还能这么说吗 中国现在呢 很自豪的可以说 就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 冬奥会上金牌 居于第三名9枚 我敢说 下一届的时候呢 中国不拿一个第一 也能拿个第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说了哈 中国有一个短道速滑的一个小伙子 他叫任紫薇 任紫薇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信心满满的说 他一共是四个项目 三个单人的项目 一个接力的项目 他说他是四个项目呢 他都信心满满都能拿金牌 结果到最后拿了两块金牌 另外的两块金牌呢 没有拿到 其中呢 有一块金牌呢 是很意外 好像是自己不小心犯规了 他说那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错误 第二个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有点说不准 说不准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咱们就说呢 如果说他管理好自己 他呢 至少还能再得到一块金牌 那九块呢 就变成十块了嘛 谷爱玲呢 也是 谷爱玲这三个个人的项目呢 其实他原本 他可以得三块金牌的 结果呢 他现在得了两斤一银 尽管这也很不错很不错了 对不对 很不错很不错了 但是呢 他那一银 他也有可能拿金牌的 那这是十一块了吗 那还有其他的那些个项目呢 对不对 如果再拿上两块的话 那不就超过德国了吗 所以呢 我就是想说 下一届的时候吧 很有可能会拿第二名 就是说 如果发挥好一点呀 别失误啊 那这届本来就应该 有可能会拿第二名的 再就是呢 下一届你别忘了 中国之前呀 被指控说 不是冰雪运动的国家 也确实是这样的 这次我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这一届 这个中国国家队的这些运动员哈 在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呢 你听着他们 差不多 绝大部分人都是一口的东北话 东北口音 就是他们都是东北人 就包括这里面的运动员呀 有两个运动员 有两个男孩 我都听他俩说的呢 是非常实在 他说呢 这届冬奥会啊 咱俩 咱俩 他们东北人呢 说我们俩 一般的来说 他说咱俩 说咱俩呢 都拿不了金牌 但是呢 你别忘了呀 以前有多少人 参与这个冰雪运动啊 以前差不多 也就是东北人 可是现在呢 截止到现在为止 中国已经有三亿多人 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中来了 就是中国的这届冬奥会呢 都已经掀起来了一个 全世界冬季运动的一个高潮 一个热潮 冬奥会的转播的节目的收视率 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就是中国呀 有很多人 自从中国拿下了举办这届冬奥会以来 已经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了 这些人正在成长过程当中 所以说呢 再过四年这里面 就不乏那些具有天才的那些运动员成长起来 所以我就说再过四年啊 对吧 你想想中国能成长起来多少优秀的运动员呢 好 这是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冬奥会上 中国代表队所取得的成就 完了以后呢 我还想说 刚才已经说了哈 这一次的冬奥会 已经是刷新了历史最高的收看记录 不光是中国的观众啊 全世界的观众都在关注这届的冬奥会 中国呢 也出现了很多网红 出现了很多观众网红 出现了很多网红运动员 还出现了很多网红中国餐厅啊 网红中国食品 比如说呢 这两天人们都在说 你吃酒菜盒子了吗 有没有听说 好多人呢 都说 你吃酒菜盒子了吗 如果是中国人当中呢 知道酒菜盒子的 就会说 你吃酒菜盒子了吗 还有一些不知道酒菜盒子的呢 就会问 酒菜盒子是什么 酒菜盒子 现在就成了网上的一个热词 你不信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你看酒菜盒子 是不是很容易搜出来 是一个高品词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在一场比赛当中 古爱玲呢 上场两轮之后呢 有点饿了 随手就从兜里面掏出来一个塑料袋 拿出来了一个东西就跟着吃 然后呢 就被记者拍到了 记者就问他说呢 你吃什么呢 他说我吃酒菜盒子呢 好多人呢 就还拿着他的照片给他放大了来看 我看到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呢 就说 古爱玲你吃这个 好像在我们台湾不叫酒菜盒子 这个叫酒菜馅饼 就是你不管是什么吧 就是因为古爱玲 他说他在吃酒菜盒子呢 这个酒菜盒子就成了一个网红视频 在之前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国家的这个运动员 是哪国来着 我忘了是荷兰还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 然后呢 他就掏出一个豆包来吃 别人说你吃什么呢 他说我吃豆包呢 那一天呢 豆包成了一个网红视频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呢 有这个媒体又去采访他 说你怎么那么爱吃豆包 他说不是 豆包不是我最爱吃的 他说我最爱吃的是麻团 好家伙 这麻团又成了一个网红视频 好多人都说 哎呀我也特别爱吃麻团 我曾经做视频还说过这事 麻团我也很爱吃啊 原因呢就是那个麻团呢 它也是粘的 曾经我说过还记得吗 所有粘的东西我都爱吃 那还有呢 就是昨天有一个视频啊 火得不得了 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闭幕室上面 这些运动员入场之后呢 现场呢就给他们放音乐 他们就跟着狂欢啊 有好多运动员呢 还有围成一圈就跟着狂欢 跟着跳啊乐呀 这个镜头里面呢 就出现了这个谷爱玲啊 摇头晃脑的 那叫一个兴奋呢 嗨的不得了 那这个闭幕室得进行下去啊 后面还有表演呢 所以呢 那个广播里面的那个主持人呢 人们听出来是康辉 知道康辉吗 中央电视台那个康辉 康辉就说呀 运动员请归座观礼 就是说呢 运动员请你们到座位上坐好了 然后接着观看表演 然后他就说 请运动员归座观礼 结果呢 说了一遍以后呢 没人理啊 就那点兴奋的不得了 然后这康辉呢 又说了第二遍 说运动员请归座观礼啊 还是没有人理啊 这个康辉又说了第三遍 运动员请归座观礼啊 康辉呢 我不知道他一共说了几遍 好像是一共说了三遍吧 中央电视台呢 就把这个镜头呢 单独剪出来一个小片子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央电视台剪的 我不知道谁剪的啊 反正是呢 就把单独的这一小段呢 给他剪出来了 就是主持人说了三遍呢 让他们归座观礼 他们都不归座观礼 太嗨了 然后还加了一个标题呢 说有一种狂欢叫做主持人 喊三次运动员请归座观礼啊 那个视频呢我还转到了我的朋友圈里面 如果你加了我的微信的话呢 你可以到我的朋友圈里面去看一下 特别具有感染力 你看了那个以后呢 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即便是你这一天呢 你有一些什么不开心啊 有一些阴霾啊 乌云都会荡然无存 你的天空一片晴朗 真的是这种快乐 非常有感染力 这就是中国这一届冬奥会的一个感染力 中国冬奥会的一个感染力 这个感染力的温度还存在 我刚才说了 就算是美国呢 现在想反攻了 奥运会完了以后 之前他们就发誓 说等奥运会完了以后 运动员回来我们再说 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信 这些运动员我们给他策反不了 好 美国之音他们采访的第一个运动员呢 就是一个女孩 我们来看哈 美国之音说 生于中国 被美国父母领养的 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他叫凯欧文斯 上周参加完北京冬奥会 回到美国克罗拉多州的家中 他与美国之音 分享了北京冬奥之行的感受 和对未来的愿景 美国之音呢 一开始他们为什么说采访这个运动员呀 这个运动员呢 他就是有一个项目 我们还是读他这个报道吧 他就说呢 说17岁的欧文斯啊 此次并没有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奖牌 他在第一场预选赛前的一次训练中 不是摔伤造成了眼部的严重浮肿 一个肩膀也受伤严重 不得不缺席第一场的预选赛 但他仍然得以参加第二场的预选赛 最终以总分69.92的成绩 在他的冬奥首秀上获得了第10名 那这个美国之音啊 为什么挑选这个运动员 我想呢 他们就是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在参加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 他的感受并不好 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 他就受了伤 他的肩膀受了伤 他的眼睛受了伤 他说是呢 就是这个肩膀啊 在第二天的时候 压根就一点都不能动 然后呢 眼睛也肿得都看不见了 就是这样的 那第一场的预选赛呢 他都没有参加上 但是呢 参加了第二场的预选赛 但是 中国这个冬奥会啊 这一场冬奥会组织的 真的是滴水不漏 滴水不漏 我看到有一个媒体 我忘了是哪一个媒体 就是说 好像是新加坡的一个媒体 说是北京这次冬奥会呢 你从全方位 任何一个方位 你都挑不出毛病来 任何一个方位啊 其中就包括 跟这个女孩有关的 这个受伤 医疗的这一块 那我就看到呢 在这次的冬奥会上 中国的中医 咱们观众朋友当中 有中医迷啊 有非常推崇 这个中医的啊 我告诉你 好消息啊 中医在这次的冬奥会上 可是露了大脸了 露了大脸了 我看到有报道 这个中医呢 比较拿手的 比如说针灸 理疗 什么症果 推拿等等这些 这是中医方面 当然还有西医了啊 然后我们的急救呢 也非常到位 派了很多的这个直升机 基本上呢 这运动员如果出现一个受伤了 第一时间 直升机就到了现场 把这个运动员呢 进行急救 急救完了以后呢 如果需要的话呢 这个直升机会拉走 你知道吗 然后就那个针灸 理疗啊 这些东西呢 很管用 尤其对于这些运动的这些啊 很管用 推拿呀 震骨啊 这些起了大的作用了 我看到呢 报道说 有一个运动员呢 头疼和失眠 那他到中国了以后呢 他就发现啊 那个医疗中心 有一个中医的治疗办法 叫什么耳诊 不知道在耳朵哪个地方啊 就给他进行扎针啊 还是怎么着 反正是中医的那种 一听就是穴位了 就是穴位 完了以后呢 哎 他就很多年呢 他头疼和失眠 就治好了 就治好了 你说神奇不 还有运动员呢 也是进行针灸啊 还是理疗的 说天天都去 舒服极了 还有那个按摩 舒服极了 那些运动员呢 天天都去 那美国的这个运动员呢 他多严重啊 早晨起来 他这个肩膀完全不能动了 然后眼睛呢 也肿得不行了 但是呢 经过中国的那个医疗中心啊 给他进行治疗 哎 他就很快就恢复了耶 很快就恢复了 我的印象当中呢 好像伤筋动骨一百天 对吧 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卧床休息 就得好几个月 哎 结果这个中国的那些医疗中心啊 让他没两天就好了 就去参加了第二场的雨选赛 最后的成绩呢 他在首秀的时候得了第十名 不知道他最终的成绩是什么 好 这个美国之音呢 就想采访他 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遭遇 对吧 那他会说一些坏话吧 但是没有 但是这个运动员没有 结果美国之音呢 又诱导他说什么呢 说有的运动员说呀 中国的这个饮食不好 结果呢 这个小姑娘就说了 这个小姑娘说我没觉得呀 中国多奥村里面提供的美食呢 品种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我都没有找到一个我不喜欢的 他说 你看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不喜欢的 他说因为是闭环嘛 所以呢他们只能在闭环的范围当中活动 所以闭环里面他们能去的地方都去了 有的地方呢就非常的漂亮 有的地方呢就非常的好玩 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博物馆 说他还进去看了 他自己呢说他从家呢还练了中国书法 他在那还用中国书法写下了他自己的名字 还有呢说是服务呢都特别特别的周到 甚至还有美甲 他还给这个美国之音亮出来了 他在中国冬奥村里面做的美甲 那个美甲呢就是冬奥会的那些个标志五环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美国之音呢采访这个女孩采访了半天 这个女孩没有说出来 一个关于中国冬奥会负面的东西 没有一个 相反的这女孩如数家珍呢 就跟其他的那些运动员一样 数出了一连串他喜欢的这个美食 比如说他说啊 我喜欢面条 我喜欢他们的米饭 我喜欢他们的牛里鸡肉 我喜欢他们的饺子 我喜欢叉烧包 我还特别喜欢一个美食叫小章鱼 说他还尝了 他从来没吃过的小菜包子 说也特别特别的好吃 还有各种的鸡肉做的菜 他说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我不知道后面美国之音呢 还会把谁叫来进行采访污蔑中国 好 我这个视频呢就跟你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